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电影姊妹平安 我是麦全道 欢迎大家回到每个星期一次的主一学课堂 这个星期我们洛杉矶的气温回暖了 感觉比较舒服 空气也比较清新 吸入的空气就不会很寒很冰的感觉 在新年过后 我们都会感受到大地回春的一个生命的气息 当我们每天起床的时候 我们见到太阳出来 我们感受到那份温暖 我们可以体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充满着美好充满着生机 纵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压制 可能有些事情 我们没什么期望 甚至面对着很大的逆境的时候 生命有很多的适应和调整 但我们可以知道 上帝仍然在那里 我们可以随时去寻求祂 寻求祂的帮助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历代之下34章 一个寻求上帝的皇帝 他名叫弱西亚 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主多谢祢恩典 多谢祢给我们新的一日 美好的早晨 让我们去看见的是世界上祢创造的一切 我们看见祢子头所做的月亮星寿 祢摆在天上的太阳 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主宰就是祢 求上帝祢帮助我们 从事我们面对着逆境困难 在黑暗的当中 在无止望的日子里面 但是上帝祢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祢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 天父就求祢帮助我们 去仰望祢去过每一日 我们凭着信心的 不是凭着眼见的 去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天父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要去寻求祢的带领 在日常生活的当中 在前路的抉择里面 我们都仰望上帝祢的旨意 成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帮助我们去信服于祢 今天当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继续在圣经的说话里面 去学习的时候 求上帝祢的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去看见 上帝祢要指引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 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试过 在生命里面 是要戒一些东西呢? 可能是戒除一些坏习惯 可能在饮食上 有一些限制调整 例如血糖过高 血压过高的时候 可能你要戒去一些甜的食物 戒去一些高糖分的生果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另外当血压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不能再吃那么多油利的东西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给我们一些提醒 我们知道我为了身体健康的缘故 我一定要戒掉某一些的习惯 又或者有一些的坏习惯 是你经常都做的 是你重重复复的 一再又犯错的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其实我都有很多事情 是需要每时每刻提醒自己去调整的 有时我发觉 我自己说话很长气 尽量学习努力去简结 好像我上次讲到的时候都说 很多时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东西想写出来说出来 但有时我要留意到 如果时间太长 内容太过太过丰富的话 其实很容易失去焦点 我们有些东西就要限制 要将所有的文字变得简结一些 我们就容易明白一些 我也有一些坏习惯 是需要改过的 例如在早大概半年 一年之前 有一些手机游戏 放在电话里 天天就会去看着去玩着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 咦?不行! 我不可以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 我感谢上帝 让我做事情有一些决心 在某些事情上面很有决心 不可以说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 但是当时我就想想 不可以 我不可以花那么多时间 于是我从那天开始就说 上帝我要停了 不玩这个游戏了 不再花时间了 于是我就停了 没有再继续玩游戏 就连我未婚妻都说 咦?你即是那天就已经 戒了不再玩游戏 我说是呀 哎呀!你这么无情的 他说 他觉得我呢 好像很灑脱那样 可以说断就断了 那我就从那一开始呢 我就真的没有开过那个游戏 我不是 我不是将它删除了 那游戏还在我手机里面 不过呢 我就不再花时间 我不要让那样东西 核制住我自己 这个呢 是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的粗年 我们都要提醒自己 有些什么我们要截制呢? 有些什么我们明知不对的 做得不好 可能是身体上面 享受一个警号 那你就要 戒掉某些东西 改变一些饮食 和日常生活的习惯 又或者呢 有一些东西呢 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 影响着你的心思意念 例如购物啦 例如玩游戏啦 例如花很多时间去看YouTube啦 看那些短片啦 那你就要开始呢 去核制自己这些时间 去帮助自己去改变 知道错了 我们呢 知道做得不好的了 我们呢 就要去改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一日 日常当中的操练 今天我们看历代智夏第34章 一个新的皇帝出现 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 他有一天 他发现 原来 他们离开了上帝 于是他就下了个决定 那这是什么决定呢? 在历代智夏 34章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总括整个约西亚的管治 对他的一些的评价 甚至乎呢 是将他除掉偶像的事件呢 就统统都写出来 那这件事呢 其实在《列王纪》下23章里面呢 已经很详细的去描述了 而且呢 就放了在约西亚发现律法书之后 但当我们去看回整件事发生的时序里面呢 《列王纪》那里呢 原来就不是用个时间的方式去形容 不是根据个时序 而是根据着那个地点 由圣殿开始去发现律法书 由圣殿开始就传到城外的地方去除掉偶像 直到全国一起去守如月节这个顺序 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历代智夏34章呢 它就按着发生的时间开始 即是说呢 它开始了改革 然后才发现有律法书的 那这个呢 是上帝给它一个很大的提醒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在约西亚身上去看一见 它怎样知道走错路 就重新的去改变过来了 那我们一起看历代之下三十四章第一节 他做皇帝八年 尚且年幼 就寻求他祖大位的上帝 到了十二年 才结证由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丘坛 木偶 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力的坛 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 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 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 杀在祭偶像人的坟上 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 结证了尤大和耶路撒冷 又在马拿西 以法连西缅 拿佛他利各城和四位破坏之处都这样行 又拆毁祭坛 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 坎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好,我们读到这里 在第34章的开头 介绍了一个人物 叫做约西亚 他登基的时候 只有8岁 是一个小朋友 在耶路撒冷做皇帝做了31年 这里的总结就是说 他是行耶和华眼中捍为正的事 他效法大为所行的 不偏左右 这个是说到他是根据上帝颁布的律法 守住人和上帝之间的药 当他做皇帝八年 即是说八加八是第16岁的时候 尚且年幼 他就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已经去寻求他做大位的上帝 到了第12年 即是20岁的时候 才开始结证犹大和耶路撒冷 他开始做的工作 就是随掉那些邱坛祭藕的坛 木偶雕刻的杖和铸造的杖 全部都拆掉 可以说是为这个国家 带来一个彻底的清除 将那些偶像铸造的杖打碎成灰 甚至乎杀在那些制偶像的人的坟上 处死那些去拜偶像的人 这是他做的一个很大的改革 很大的一个调动 是希望犹大国重新的返回去 做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 结证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又在马来西方 以法连西面 拿法他利各城 四位破坏的地方 都这样 拆掉所有的祭坛 让人知道 以色列的戏当中 只有上帝 就是那位带领他们 离开埃及地的耶和华上帝 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结证了承入之后 他就很努力的 要结证圣殿 重新的修辑圣殿 我们一起读第八节 约西亚王十八年 静地静殿之后 就差遣阿撒利亚的儿子沙藩 一宰马西亚 约哈斯的儿子史观约亚 去修理耶和华他上帝的殿 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腊家 将奉到上帝殿的银子交给他 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美人 从马拉西以法联和一切以色列圣下的人 以及犹大便雅敏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修来的 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女督工的 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石匠 买作成的石头和家木与栋梁 收犹大王所毁坏的殿 这些人办事成实 督工的是利美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 我巴底 督吹的是歌喀的子孙 撒加利亚 米苏兰 还有善于作乐的利美人 他们又监管降台的人 督吹一切做工的 利美人中也有做书记 做私事 做守门的 我们读到这里 约西亚年幼登基 由于先皇阿门和马拿西早期的政策 可以说令到犹大地离开上帝非常远 当时整个国家离开上帝非常远 当约西亚年近16岁的时候 她知道了 她要去寻求她的祖先大位的上帝 这里她说到这个约西亚她发现有些错事 她发现国家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的时候 她就开始去改变了 她的宗教改革 显然是出自她对上帝自己的那份虔誠 而不是出于她为了统一她的国家 为了令到人民百姓 因为一个信仰 能够有共同的目标 而拥戴她 继续去做君王 不是这一件事 而事实上 我们也都好像刚才所提过的一样 她这个宗教信仰上面的 那个寻求 那个改革 就早在她发现律法书之前 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就继续读下去了 第十四节 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混出来的时候 祭司希腊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 希腊家对书记沙番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谁将书抵及沙番 沙番把书拿到黄那里 回复黄说 凡交给博人们办的都办理了 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 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累了 书记沙番又对王说 祭司希腊家帝给我一卷书 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 就撕裂衣服 我吩咐希腊家与沙番的儿子阿希金 米家的儿子阿比顿 书记沙番和王的神伯阿萨雅说 你们去 为我 为以色列和犹大圣下的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 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 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 耶和华的列路就倒在我们身上 好 我们停一停在这里 当约西亚王立志要改变国家的信仰的时候 要重新回到上帝面前 他开始修辑圣殿的工作 他希望运用一些资金 去重新修补圣殿 在这个修辑的过程里面 祭司希腊家发现了一个律法书 交给沙番 沙番递到王面前 约西亚王要求沙番 将这个书读出来 沙番当他一读的时候 约西亚王听到撕裂衣服 撕裂衣服代表他心里很悔疚 有个罪恶的感觉 心里非常痛苦 于是他就吩咐他的亲信 他的神伯全部都要来 他说你们要去 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圣下的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上帝 因为我们的列祖没有守上帝的说话 没有照这个律法书所记载的去行 我们得罪了上帝 所以上帝的愤怒 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了 当这个约西亚听见 这一番的律法书的说话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比我们更清楚知道 他重视上帝和他之间的关系 更加重视上帝和国民之间的关系 故事的发展是怎样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第22节 于是 希腊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 护勒大 护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 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 特雅的儿子 护勒大住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请问于他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 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奏作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我 向别臣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事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 总不识灭 然而 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 你便心里敬伏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 向我哭入 因此 我应寻了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至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当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说话 他撕裂衣服 他谦卑在上帝面前去寻求 于是 他们问到这个女先知乌勒大 乌勒大就告诉他 没错 因为人民犯罪 得罪了上帝 所以这些灾祸 必会临到总不识灭 但是上帝因为约西亚的缘故 因为他谦卑在上帝面前 哭入、祷告 上帝应允了他的祈求 这些灾祸 不会在约西亚当皇帝的时候出现 会在他离世之后才会发生 这本律法书的发言 使到约西亚重新的 去认知他自己和列祖所相信的上帝 他们怎样背弃了和上帝的约 所以他首先自己谦卑下来 并且要他的亲信 要全国人民都参与和上帝的约约 进一步去拆毁偶像 进一步希望他们的信仰改变过来 我们一起看下去 第29节 王差遣人招聚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祭司利美人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殿女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停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信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戒命、法道、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由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吻的人都服从这书 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进行他们列祖之上帝的书 若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 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若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总不离开 若西亚在信仰上的改革不单只要他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过来 更加他要他的人民百姓同样地都要回复敬拜上帝的生命 同样地要除去偶像 要在他们的国境之内敬拜上帝独一的真实 这可以说是若西亚的决心 希望这个国家得到上帝的祝福 从新的开始 而历代之下的作者也都给若西亚一个很大的评价 当他说到 刚才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这个的祸患这个的困苦 是会怎样临到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境内 是总不熄灭 但是历代之下的作者在最后一句说话里面 他提到的就是 若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 总不离开 他说到若西亚的决心 重新的和上帝建立那个的关系 他没有离开过 我们人生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 或者在圣经的说话里面提醒了我们 我们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呢? 而我们有没有一些明知道做错的事情 希望重新的去改变 但是长期都没有那个决心呢? 好像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提醒 我们看圣经 看上帝的说话就好像照镜子一样 将我们里里外外都照了出来 让我们去看见 原来我们不是好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完美 不是好像我们想象的里面 意识的里面 以为自己是多么做得好 而是当圣经的说话临到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只能够幸福、顺服 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若西亚一样 下定这个决心 叫我们自己 叫我们的家人 我们身边的人 都重新的振作 远离恶事 去寻求我们的上帝呢? 又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坏习惯 一些做错的事情 我们又会不会可以在新的开始里面 我们下定决心 要去改变过来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主多谢你 藉着圣经的说话 圣经的信息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若西亚如何在上帝律法书的信息里面 去看见自己的不足 看见国家的灾难 就是因为人民百姓远离了上帝 而面临这个的恶果 求上帝你就帮助我们 有同样的决心 当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面 有些什么的罪恶 什么的错事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个的决心 这一份的坚持去改变 求天父你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力量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名 阿们